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7章 在线商城系统1.1版商品界面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做了1.0版 做了一个添加商品的界面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把商品添加出去 那么添加出去在哪里显示呢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界面做完 做起来 做起来之后 我们添加了商品之后 就可以在商品的界面上面显示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升一下机 升到1.1 先把界面做起来 然后再做发布 好 1.1的版本 1.1的版本 是没有任何 就是点这些类别 它是进不了的 对不对 点这些类别是没有东西进的 我们要创建一个 我们要创建一个商品列表的界面 大家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提供了一张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 我把它放到外面来啊 一共是四张图片吧 一张两张 还有这两张 对吧 一张微缩图 一张大图 是吧 好 一张大图 一张微缩图 好 那么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要建 把这两个页面建起来 那么 这个页面呢 我复制的是index 然后把它更名为list 好 更名为list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这边用list.asp 好 list.asp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我们把它 这一段给删了 这三段 是吧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边就是列表 列表呢 我们这边呢 做一个 叫做list 名字 那么在css里稍微做一做 对吧 好 打开css 打开css 拉到最下面去 拉到最下面 我们随便复制一个 比如说new 我们就复制这个new 就可以了 然后拉到下面 最下面去 改成list 好 看一下 这边就有了 那么我们这边list 这边还要加个he 叫商品列表 好 商品列表 那么这个商品列表 就会有了 那么这个高度为多少呢 高度不能太太那个new一样 对不对 我们这边就要高度为1000 1000还差一点 是吧 那么就1010 1010还差一点 10 好 10 1014 对吧 1014正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边是分类 这边是商品列表 那么在里面呢 我要先做一个商品 对不对 先放 做个样子 来看 dl dt 那么这边呢 我就插入那张图片 哪张图片呢 是微缩图 就这张 我把这两张呢 全部拷贝过来 放到这里来 拷贝到这里 一个是text和text2 好 先放入text 点jpg 然后呢 给他做个提示 提示呢 就是名字 现在就做个这个就可以了 好 是这样子的 包包就进来了 那么里面我要放哪几样东西呢 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你要放价格 对不对 好 原价 比如说 这个价格呢 原价是 再做个del 原价108 把它删除 对不对 原价108 那么限价呢 限价 我看 找到了 好 限价是 我们这边就来个 strong 加粗 限价78元 对吧 便宜一点 78元 好 看一下结果 这是这种格式吧 好 108的78 好 下面继续看 下面一个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 对不对 好 我就写 原装 进口 对吧 进口 那个 IBM 专用 呃 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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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电脑 跨包 是吧 电脑 跨包 是跨包吧 管他的 反正就这个包 好 电脑 跨包 好 原了 原章 进口 电脑 跨包 IBM 专用 电脑 跨包 行 就这样 好 然后给他做个超链接 下面一个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这个包呢 我要就是说购买 那就打个购买 当然要超链接 还有什么东西要写的呢 这个包包包已销售了多少 这个 这个 库存量 应该还有个什么东西啊 有 有没有 有没有库存量啊 呃 已销售了 销售了 36件 对吧 36件 这个36呢 我也给他来个加粗 好 然后再给他来一个 嗯 再给他来个什么 已有多少人对这个商品进行评价 已有 13个人 对 此 商品进行了 评价 OK 就这样 好 差不多吧 可以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稍微做一下布局 那么这个图片呢 我们规定啊 再看啊 DAL是list下面的 list下面的 DAL 我先给他加个长度吧 他的长度 160 我就给他加个180 高度呢 就380 因为这个计算的比较好 就用300 就这样子的 这样300的话就不太那个了 是吧 好 这个不管他 好 这个 这个呢 DT呢 DT就是180 看一下 嗯 DT这一块 我看看应该能多少 160吧 因为这个图片 我看看是多大 图片的是160 的150 那么DT我就用100 165吧 然后呢 高度也是165 给他加个边框 666 好 然后上面和下面都空三个吧 那么这个图片呢 图片本身呢 是160啊 160 微缩图 就限制他的大小 以后所有的图片的微缩图都是160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DT本身呢 来个巨中 好 巨中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DL呢 本身呢 看一看 上面空八个 左边空八个吧 好 左边空八个 这样子 可以了 那么这边的字呢 这边的DD呢 我们也这么做 DD 我们看一下 DD 左边也空八个 先 看 上面呢 上面每个空四个吧 四个距离 看一下 好 这样子可以一点 那么这个购买呢 好 这个时候呢 已有13个人 这个写的太长了啊 不能把它弄成两行 已有13个人 进行了评价 可以吧 这样就一行 那么 先把红色的背景先去了 这样好看一点 好 原价 先来第一个吧 第一个呢 给它来个class 就是它的价格 CE 给它来一个 F00吧 然后里面的 Strom呢 给它来一个粗一点的字体啊 粗一点 这边有字体 T 看看T 就这个字体啊 好 就这个字体 嗯 看一下 这样好看一点 是吧 原装进口跨包 原装进口跨包 这个购买呢 就把购买这个字做大一点 我就这么写 呃 购买这边就是 buy 好 拿到 点 buy 长度呢 长度45吧 高度18 然后自己再聚中 然后 里面的字呢 也是18吧 text 聚中 边框用绿色的吧 好 边框用绿色的 好 点点购买 嗯 这边还要空一点的是吧 聚中 聚中的话 你pading作为0 pading作为0 嗯 这样会好很多 好很多 那么18就改成20 看一下 那这边呢 改成20 好 20 然后 然后 将它的字体加粗 那么就是at的事情了 就是超链接的事情 给它加一个超链接 颜色呢 f560吧 加粗啊 好 点购买 然后 这个本身呢 我也给它做成block吧 这边给它加个背景吧 好 先 点购买 可以吧 好 可以了 放上去的话 变个颜色吧 放上去的话 这个好像通过这个变的话 好 可以的 嗯 这个pading本身呢 上面再空个两个吧 看一下 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够的话 还不如直接在这边来呢 22吧 好 就这样子吧 可以了 那么它本身的也要空一点 上下都空一点啊 都空一点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 以销售的36件 把这个36再做一做 36 做一个class x classy 好 x 销售的36件 给它加个颜色 加个 什么颜色呢 嗯 绿的 以销售的36件 那么下面一个y呢 来个 棕色 深棕色 好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这第一个产品就 就做出来了 是吧 第一个产品就做出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做一个循环 那么大家知道 我如果一循环的话 它肯定是 一条线 是吧 那么要把第一个怎么样了 做一个浮动 就可以了 好 把第一个做个浮动 我做个 4r 等于 1 2 30啊 先做30个 看看到底应该在一张页面上显示几个比较好 nest 好 哎 这边 这边 这边不够 是吧 不够怎么办 不够就减一减 大家看啊 我想一张显示四个 呃 left 是8 这个是8 我们看一下 给它加个背景颜色 我们看一下 好 这边不够 不够的话 这个长度可能大的 改成170吧 170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170的话 还有个问题啊 它这边会多多下来 那么多下来怎么解决呢 你可以再加一个 padding right 吧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了吧 好 整体效果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显得又太多 显得太多的话 我们这边最好的是 你先用10个吧 好 10个就这样 好 那么这下面做一下分页啊 做一下分页 我们在这边做 在dl的最下面做个分页 嗯 div 这个id等于patch 好 先写个123 好 然后在下面做 呃 patch等于 其实很多地方用到patch 你可以直接这么写 对吧 这样就通用了 好 那么这边的patch呢 我首先要清除浮动 不能被上面所包含 然后呢 加个背景颜色 红的 高度为25 呃 高度为25 看一下 好 行 可以吧 然后呢 本身呢 本身让你们的东西 GU 看看 这个文本是可以GU的啊 这个UAL能不能GU 就不太确定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UAL在里面 看 好 做一个UAL 我们做四个吧 四个 一二三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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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做好之后呢 第一步将所有的 Left 是吧 好 一二三四 那么好像这个GU就失效了 是吧 这个无所谓 好 1234 现在我这边的还要做上超连接 先在这里我们采用一下 好 那么这边我们就做一个 看看做多少比较合适 这个做多少比较合适 这个先不理他 先做个 力还是要做 对吧 25 长25高20看看 看看嫌不嫌大 先来个黄颜色 看一下 好 那么这样子能看出来 25 那么下面这个 block 这边给它加边框 1px salt f60 这样子 那么这边的长度 修改一下 他那边25 我用22 这样子中间会空 空下来 20 高度可能稍微小了一点 高度用18 高度用18 要不要再小一点 这边也用18 18还可以 是吧 好 浪里面的 航高也是18 居中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鼠标放上去 背景 背景改个颜色 文字颜色 变成绿 变成白的 然后呢 然后看一下 就这样 本身也加粗吧 本身就加粗 好 那么本身是什么颜色呢 本身是绿的 行 可以了 让它整体 看一下 这个ul怎么定位呢 定位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leftout2 它这边没反应 没反应 嗯 因为它这个本身的长度有限制 有限制 它本身是百分之百 这个就问题就比较 就问题就来了 那么做的话可能要比较复杂 那么我们就做个简单些的吧 简单些的可能不太不太兼容啊 呃 我设一下它长度就可以了 比如说 你看它本身加的长度 看看 红颜色 它本身是百分之百 那看不到 你给它加一个长度就行了 它的高度呢 我也设为二十五 长度呢 我设为四百 看一下 这样可以看到它的长度 看到它的长度就好办了 设为三百 那么我这边再来一个leftout2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就过去了 是吧 好 但这样可能有问题啊 这没关系啊 就放这边了 好 两百 好 那你就放这边 可以吧 或者你就放中间 放中间就行了啊 0out2 居中 居中的话 你这边要要设 要设多多长 对吧 好 那还是居左吧 行 那么这张页面 我们就做完了 对吧 好 第一张页面就做完了 那么以后的 发布很多商品 就在这里循环 好 就在这里循环 那么这边的话 最好的方式是循环十二个 那么我这边先写个十二 这边就多了两个 多了两个 那么点进去 启动一个商品 我点进去 启动一个商品 它应该进到 它的详细页面 是吧 详细页面 那么详细页面 我们要复制一下 把这个呢 list这张页面呢 复制一下 改成 deetial.asp 好 打开 打开之后呢 最快的我就去掉了 好 这块我就去掉了 这边就改成 商品详情 好 商品详情这块 它的名字叫做 原装进口 IBM 专用电脑画包 DETIAL 好 拿一下 我在这里显示一下 点asp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把它的界面 做一下 界面做一下 看 好 现在是这样子的 下面当然还要做 那么这块呢 你这个 这个样式已经没有了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这两个 主要这两个就行了 改一下 好 有了 那么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呢 我这个不要了 因为这个不需要高度 让它自动扩展 自动延伸 那么它这个长度也不要了 好 就变成这样子了 详情嘛 对吧 那么详情我们就用到哪张图片了 用到这张大 用到这张大图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大图是305 那么我们这边还要做一个 DL 好 DT 那么这边我们先简略的做一做 因为这个详情要做的东西比较多 比较多 好 首先先把这张图片给插入进来 点 这面子 好 然后呢 ED 好 有了 那么这个呢 这边再写一段话 就是说 原价 多少 限价多少 重量多少 是不是 啊 限价 多少 啊 本店价 好 本店价 那么这么写的话 我们看它放哪 放这儿了 应该放在这边来 所以呢 这边我们要调 调试一下 好 这边写上一个叫做DL DL的长度呢 它总长是750 那我这边就写740吧 然后Alture一下 好 然后呢 DD DT DT呢 长度是305 高度呢 也是305 对吧 这边其实要多一点 310 因为图片是305 所以我这边310 好 666 对吧 然后padding 上面控4个 左边控4个 那么这个里面的图片呢 图片的话我就305 好 看一下 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DL呢 本身呢 也要10 上下左右控10个 那么建议的话 不要用这个控 用外边去可能会增加它的内感 增加宽度了 我们直接用那边去来调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左边 行吧 好 这边是310 那这边应该多少 7004减局310 还有多少 400多是吧 我们就420吧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原电价 我们这边看啊 这个拿到 DD 420吧 好 给它加个背景就看出来了 然后呢 你当然要左浮动了 对吧 因为你的DT呢 也要左浮动 我才能在我边上看到 好 这样可以看到 好 所有的DD呢 它不设长度 可以的 但是呢 最好还要做一个 你上面要控多少个位置 啊 你就控下面吧 比如说控5个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上下都控吧 不然的话 这个字体在 不在 不在中间 不在中间 左边要控 好 这样就不行了 那么这边就改成一时 进去 不然就超过长度了 是吧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这么写 红颜色去掉了 本店价 108元 当然这个108元是要删除的 本店价78元 当然这个是strong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结合后台了 后台有多少东西 你要在这边呈现出来 是吧 好 你这边先看啊 这个界面先不做 界面先不忙做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这边改成15吧 15会掉下来 那么这边再减吧 就40吧 400 好 这边要空一点距离 空一点距离 那么 是这样子的 打开一下 进一下后台 等命 好 点一下 商品名称 商品编号 那么这边再加一下 好 编号就放这边 商品编号 比如说 呃 包包 包包 250号 对吧 就它的编号 这样就可以了 编号这个 原价这个 原价这个 好 那么这些字 可能特殊处理一下啊 商品编号 商品分类 加入推荐 好 呃 库存数量 商品重量 好 这边就写一下 多复制几个 看 库存数量 商品重量 商品重量 呃 2.5千克啊 这个就随便写了 就不太清楚了 好 到时候再说 库存数量 800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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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价格单位 商品价格 赠送积分 嗯 20分 好 20分 这个 都可以写在这里啊 都是写在这里 点一下 嗯 大图小图 这不谈 商品简介 商品简介 加入推荐 看一下 所属品牌 所属分类 这边要写一下 这边写在他的这边吧 所属 品牌 所属品牌 什么牌啊 呃 新牌 新牌牌 啊 就随便写的 这个所属分类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东西 要不要写呢 嗯 这边再来一个 所属品牌 所属分类 这边看 分类 就是电脑包 好 电脑包 好 那么下面呢 加入收藏和什么 购买 对不对 加入收藏和购买 那么 我们这边正好把这两张图片给拷备过来 好 加入收藏和加入购买 这两张是什么图片啊 是 png图 啊 png图 好 还有一个 拿过来 行 好 两个都有了 那么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其他的暂时先不需要了 是吧 好 这个 加入品牌 精选什么 嗯 好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了 是吧 好 基本上可以了 那么下面有东西我们待会再说啊 商品简介 这边再来一个商品简介 商品简介 好 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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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后面会有很多 就到这就再说 好 商品简介 这么一大图 写这边 好 这个地方呢 我这么设置一下 所有的字体呢太小了 太小了这个布局不漂亮 那么我们这边搞一个14px吧 好 这样会好一点 好 那把这个呢改为红的 把strong呢和de也要改为红的 然后呢改成红颜色F00 好 然后字体加大 20px 好 78元本店价78元 好 就写到这里 其他的就无所谓了啊 其他的就这么写 好 下面呢 还有商品详情要写在最下面 商品详情呢 你要写个div了 这边呢 要写三样东西啊 大家看啊 先写一个导航条 nv 这个nv前面有没有啊 nponv吧 好 那么这边呢 要写三样 叫商品详情 写个ul 第一个叫做商品详情 第二个叫做 嗯 评价商品 好 然后写多少个评价 13个 继续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的 关联商品吧 除了关联商品 应该还有一个叫做 嗯 商品详情 关联商品 讨论商品 销售记录 对吧 销售记录 好 36个 好 那放在这下面 那么这个呢 首先我们要这么来啊 先清空 这样子放在下面 那么让这个整体的这个这个dl呢 20吧 让它掉出20个位置来 这个掉不出来 掉不出来比较麻烦啊 所以说我们这边 自己这么做 自己做其实挺麻烦的 所以呢 这样还这样子吧 padding 30个 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啊 好 这边空下来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商品详情呢 这个我们以后再做啊 现在还先不着急做这么多 好 那么 嗯 把上面这个删掉 这个就可以删掉了 那么 这节课呢 我们就做了两样东西 对吧 我们就做了一个商品列表的界面 和商品详情的界面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做一下 把一个商品发布进去 发布一些商品 看看能不能在这边直接体现 对吧 好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.com 本次的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.com gmail.com 我的博客 hyp6.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